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在鱼皮画上画出来图案之后 简单的雕刻比较多 学完了之后我就特别喜欢 但是一直当作一个爱好 在上大学的时候 我就专门选择了这个美术绘画专业 增加了一些新的灵感 然后毕业之后就专门从事这项记忆了 茶干虎鱼皮制作记忆事前 茶干虎盼 它始于辽津时期 后来到我们来参与这个挖掘整理的时候 加入了一些新的技法和新的元素 所有的作品完全是纯手工 我们就给它称为指甲上的鱼裂文化 原来师傅们他们在做的时候 就是兴趣爱好 头脑里迸发出哪个灵感 我们就做哪一个产品 然后我们现在的专业是什么呢 我们每个主题要系列开发 和以前的随意性就不一样了 年年有余 这幅画呢现在是五米宽 然后高度是一米六 这个是我们用了七十天的时间赶出来的 这个难度相当高 是因为我们是用鱼皮来再做鱼 捕鱼的过程会出很多鱼 但是鱼的品种有很多 这个是需要特殊去搜集 我们当时想表现出这种喜悦心情 还想把茶干湖的原始捕鱼的这种方式表现出来 还想把它们的服饰文化也表现出来 就融合了几个方面的一个内容 然后用一幅画简短地表述出来 在生日文模绘上 所有展会的人都去观看了 大家都很惊讶 这个鱼皮画怎么能做这么搭 尤其是大家不知道用鱼皮做的去摸 我们当时在展会上还被摸掉了几条鱼 茶干湖东部的三部曲 从寄湖行往到捕鱼的这一个全过程 它就把茶干湖东部的文化体现得淋漓尽致 怎么传统的打鱼方式啊 怎么麻辣脚盘呢 这些都用鱼皮把它表现出来 地方这个文化补育了你这个记忆 那我们这个记忆反过来再去 替地方文化做一些传播和推广 我觉得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呢 这个看点料和帽子 我们现在总结出来四个技法 比如说缝绣啊 多层一叠呀 还有这个立体捏素啊 这都是我们自己和工艺美术结合出来的 别人是没有这些内容的 我们总结的七个流程 我们首先先是创作主题 然后我们就进行专业的设计 设计完了之后呢 我们才开始选材 比如说鱼的品种 我们选哪个品种 鳞是不一样的 颜色是不一样的 选完了之后我们再进行裁剪 我们要进行立体缝绣 把这些缝绣完了之后 再进行精简刻模子 最后一步是装表 装表的时候实际上就相当于艺术画 把所有零件放到它该有的一个位置 最后加上板机 就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品了 我师父教我的时候吧 一是教记忆 二是他教我要有一颗公义的心 一开始我觉得我特别喜欢这个东西 爱动手 但是我后来发现 作为传承人 你这责任和义务 在这过程中 我们吸收了很多年轻人 到我们这个队伍当中 传承人团队又再去教 我们飞翼手工 就业工坊的这些村民和百姓 我觉得我的师父能够完全 没有保留地把这个东西交给我 我很感恩他 所以我又把这些东西没有保留地交给大家 就作为传承人应该做的 如果我要是有一定的保留的话 它的普及面不会广 也不会走到今天 我觉得鱼皮画这种传承会越来越广 无论是从年龄大的 年龄小的 还有国内的 国外的 参与的人多慢慢地 它会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